全球不少國家都受中共病毒影響 對各行業採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鎖措施 星期六 許多奧地利的商家重新開放 下面一起走進維也納的一家美髮沙龍 去看看那裡的情況 居住在維也納的格特魯德·舒伯特 等待減發已經快兩個月 週六他終於如願以償 成為這家美髮沙龍重新開放的第一位客人 奧地利從5月1號起允許理髮店重新營業 由於社交疏離政策 這家店裡一次只能接待三位客人 並且要提供口罩 雖然最多只能完成平日60%的營業額 但美髮店老闆還是很高興 重啟第一天 他的小店就預定滿額 有很多顧客迫切的需要立法 也很珍惜能外出與人互動的機會 奧地利三月中旬關閉了學校、酒吧、電影院、餐廳、非必要的商店和其他聚集場所 5月1號起大型商店、購物中心、美髮店和其他服務獲准重啟 但因為正趕上奧地利公共假期 許多商家在5月2號週六首次重啟營業 新唐人記者宇婷 綜合報導 新唐人記者宇婷 綜合報導 增 nag 87% 北京市 年賈月